四天国庆年假 淘鸡已经涌现游客 预估单日最高旅客量将近12万人 有认识的人出国 去日本 应该是韩国吧 可以穿那个韩国的传统的服装 然后有它传统的 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比较有特色 就是台湾一定看不到 出国茶大爆发 如果想赶在年底前出国 最好在10月14号前下好离手 否则感恩节 圣诞节机票标准 另外也有不少民众 已经开始布局明年春节 但旅行社业者却透露 出国团费又要涨了 预估长城欧美涨五成 短城日韩价格更是翻倍 像是国人最爱去日本 非北海道五天团费 最高飙到12万元 非东南亚也要5到6万元 今年过年期间只有七天而已 一位一位男角会造成这种状况 说实话还是航空公司的流量不够 那在调度上的情形 那我们预计说 人可能会在第二季以后 可能机票的价格稍微慢慢地回稳 那一定不会选择跟团 如果是贵这样这么多的话 自由行比较便利 应该说可以自己决定 虽然可能比较累一点 可能会选择自由行 对就是看机票的价格 会不会比较低 团费贵桑桑 不少人想改自由行 但便宜机票哪里买 华航线上旅展开跑 非香港不用五张小朋友 非日本最低6800元 长城县非布里斯本 2010元起 就金山布拉格也都3万元有找 另外雄狮旅行社也祭出优惠 韩国首尔4天11999元 日本赏雪泡文权5天4万有找 今年最后一档旅展 也将在11月3号正式登场 高票价时代想省荷包 脑筋跟手速都得动够快才行 欢迎订阅周知会 欢迎非台北报道